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 OTC国药准次号福禄康牌熊胆粉冠名播出 福禄康牌熊胆粉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明目平肝对肝好 常聚会咽喉痛用OTC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 眼睛中眼睛瞳用OTC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 肝好有福了有福有路有健康福禄康牌熊胆粉 那今天来节目中这位女嘉宾啊32岁目前是未婚 那她的走要求真的非常的简单啊 总的来说呢就是希望能够对她好 且她希望男方的家庭氛围一定是和谐友善的 那究竟女嘉宾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感经历 她又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我叫林小悠今天32岁我在联署买厂里面足度到收入的话 大概4000多5000块钱一个月左右 本期交友女嘉宾林小悠年龄32岁身高1米60职业卖场督导 月收入4000至5000元婚姻状况未婚 我性格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随和吧 然后比较佛习 然后兴趣还好广泛 比较喜欢儿次元啊 康儿叔啊 韩服啊 楼梨塔啊 之前有过两次感情经历 然后第一次是在小校 都是因为比较业嘛 然后因为大家走的那种 都是差距都比较大了 然后就没有在一起了 然后第二段呢 是因为是异地恋 我不愿意去她的城市 她也不愿意来我的城市 想出久了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然后后头都不了了之了 希望造一个性格好 原生家庭好 三观一致对我好脸 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性格好 二 原生家庭氛围好 三 三观一致 四 对自己好 好了 旁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林小姐以及她的亲友团 亲友团跟你的关系是 朋友 是非常好的朋友是不是 对 那应该说跟你是比较了解的 对 那我们朋友先评价一下吧 好不好 你觉得我们李嘉宾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的好的 我们幼宅是一个比较上进的人吧 不说每天应该每周都有自己的学习的计划 学什么呢 最近在学就是司法相关的东西 是要考试吗 对 是想要考相关的证之类的 对对对对 那除了司法还学一些什么东西 之前考过两本教师资格证 都是拿到证了的 对 就为什么会想要就是考这么多的证呢 是的 因为你知道一般人嘛 比如说我从事某一个专业 对 某个行业那我拿到证那是很应该的 但你并没有从事相关的 而且你确实发入比较ə 你看从心理的到教师的 现在还得考司法的 因为我工作的话 就是那种kers 比较灵活 就忙的时候很忙 闲的时候就比较零碎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我就喜欢把这些零碎的时间拿来就是 看看书啊 然后充实一下自己啊这样 你是觉得这些正对你以后的未来某一天也许会有帮助吗 还是说你纯粹就是想要去多学习学习知识 这个就像打游戏一样 就是人家都在做主线任务 然后然后我就在打副本这个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取得成就的那种感觉 他就是一个比较上进爱学习的人 就停不下来的人 就平时我们在刷抖音嘛 然后他就可能在研究自己的东西 不错呀 这么爱学习 而且本身考学证吧 还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跟精力钻下去 你才能通过考试的 非常不错 OK 那我们聊到相亲上面 因为我看你的择偶要求 你确实是提的比较简单 两点吧 第一是对你好 第二就是希望南方的原生家庭的氛围能够好 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原生家庭这一点呢 就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就觉得 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 然后就发现其实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很大 然后如果他原生家庭氛围好的话 那么他这个人的话 他总的来说他性格他不会太差 然后他处事啊 他的一些想法 比如包括他遇到一些问题 他的这种就是毕竟相亲以后要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可能原生家庭好的话可能要好一点 像我考心理咨询师的证 考教室的证 然后那么我都会去涉及到心理学的一些方面 然后这样慢慢的积累起来 然后我就总结了一下 就是希望原生家庭氛围好一点 没问题 那你对于男生的经济呢 会有要求吗 那肯定啊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不能比我现在过得差是吧 嗯 就是这样的要求 你现在的生活是 每个月到手的话四五千吧 那你需要男生的起点是多少 和工资 或至少要有多少吧 八九千吧 差不多 车子房子有要求吗 我自己有 所以我也希望他有 根据林小姐的择舞要求 我们在资料库里为他匹配了一位 合适男嘉宾 我们先来一起认识一下他吧 大家好 我叫甘李涛 我今年三十一岁 九二年的 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我的收入大概是一个月在一万多左右 本期交友男嘉宾甘李涛 年龄三十一岁 身高一米六五 职业圆林公司老板 月收入一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平时是一个外向的人 然后呢平时喜欢出去跟朋友一起去旅游啊 去野村啊 然后去爬山 我不是一个在家里很宅的人 我喜欢到处跑 之前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是在大学开始的 在一起四年 后面因为工作异地 还有家庭的等等一系列原因 然后大家就彼此没有再联系了 就分开了 在这期间也相亲过很多次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有缘分的嘛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是三观要合 然后呢对父母要好 再就是能够一起就是说 一起创造未来的美好嘛 我不愿意就是说找一个躺平的回来 男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三观合 二 孝顺父母 三 有上心心 旁边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甘先生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然后我开了一下你的个人介绍啊 因为我注意到一点 目前呢是31岁了 对 但是好像只有过一段情感经历是不是 是是是 这段情感经历呢还是发生在大学时代 距离上一段感情 大概也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 这七八年当中一直是单身吗 中间是单身 中间相过几次亲嘛 然后相亲的话 试着交往 但是那个不叫谈朋友 嗯 就是感觉试着交往几天 还是觉得不合适 哪里哪些方面不合适呢 一个是生活方面嘛 就是两个人的生活态度不一样 嗯 然后就是 嗯 对未来的规划也不一样 嗯 就是所以说等等方面 还有性格嘛 都不是很合适 因为相亲的嘛 总是那么没有那么如意嘛 哦 就家里面介绍的是不是 对对对 不是自己去找的 那大学那段感情谈了多久了 就整整的四年嘛 我们从大一开始军训就在一起了 哦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嘛 毕业的话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发展方向不一样 当时就是一起读书一起考证嘛 嗯 他的话就是想继续往更高学历 嗯 工读嘛 他就考了研究生 嗯 考到北京去了 然后想希望我也考过去 我也是拿到当时保研的资格的 但是我没有继续读 为什么呢 嗯 我还是想创业 我不喜欢给别人打工 哦 你想说趁着自己还年轻去充一把 是不是 是是是 因为我如果读到三十几岁去了 我就没有充进了 我就没办法去 嗯 再去创业了嘛 那感觉大学时候还是个学霸呀 也不是 保研的资格都拿到了 比较勤奋嘛 因为在他的多处下 大家一起勤奋嘛 我是个很懒的人 就需要有人监督我就学得很好 没人监督我就学得很差的那种 那这段感觉对你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嗯 对对不对 你会不会有之后这么多年单身 也是因为每一次相亲啊 或多或少会拿他作为一个标准呢 肯定会 还是会有 嗯 如果说你依然把它作为标准呢 会不会对未来跟你相亲的女生 或许有些不太公平呢 那这没办法啊 这个人嘛就是主观意思 你走出来了吗 彻底走出来了吗 嗯 基本上走出来了 基本上走出来 感觉话中有话 就是他也结婚了 肯定对他没什么想法 但是就是说 会拿他的那些 就是做对比嘛 就可能说他在你心里面 始终还是有一个 位置 或者说应该叫 就曾经毕竟在一起过嘛 人就是有感情的嘛 虽然说分了 只是因为大家理念不合 并不是仇人嘛 就是那段美好 肯定会藏在自己心里面 但如果说你一直 或多或少 可能说在你心里面 还留下了 对那段感情 还留下了一些影子 你不担心未来的感情 另外一半 会觉得很不舒服吗 其实相亲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跟我们说清楚的 这个 还是会直接说 会说 你都怎么说 你说我对或许的感情 还怎么怎么怎么定 也不是 放下是放下的 就是说肯定会把它 埋藏在心里面 我不会就是说 把它拉出来 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林小姐漂亮上镜 王先生性格开朗 综合来看 两人的匹配指数 达到了80% 不知道见面后 两人能擦出爱的火花吗 前面的那位位呢 就是我们的女嘉宾跟亲友团 黄色一服是亲友团 戴一个口罩 旁边就是女嘉宾 远远的看过去 先跟我说一下 印象怎么样 对女嘉宾 第一印象的话 还好 还好是什么 具体说什么 比如说你的形象对不对 觉得有没有演员 或者说满分100 女嘉宾的第一印象 能够达几分 90分嘛 90分 长相能够达90分是不是 那是非常不错的分数了 然后穿着打扮呢 包括她的身材呢 都还好 也都是90分的水平吗 对对 那相当高哦 嗯 OK 那行吧 那你要不然就自己找上去 主动的说一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认识一下 走 好 你好 自我超认识一下吗 嗯 你好 我叫甘里涛 第一次见面 你好 你好 我叫林小悠 感觉好像这时候 这时候气氛有一点点尴尬 嗯 你这不应该啊 两个年轻人怎么这么腼腆呢 年轻人相信不应该尴尬吗 哈哈哈哈 主要是觉得突然间 就是你知道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我们走过的时候看你跟贵蜜两个聊得好好的 然后男嘉宾一过来好像就有一点 哎 不好意思或者紧张了 我觉得这样吧 男嘉宾主动一些还是握个手嘛 好不好 行行 我左手 你是握的银银手 都可以 都可以 主动伸出来啊 来吧 来吧 好 行啊 应该需要握手 就当做是好紧 挺尴尬的好不好 第一眼见到女嘉宾 我觉得长得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还是看着 还是感觉很好的 第一印象就挺一般的 因为感觉它有点小 然后就感觉挺一般的 听说你刚刚说你工资有一万多呀 有点高哦 不高 做那个园林公司 给那个就是别墅修那个私家花园 我们同行人家都是一年挣几千万上亿的 我们这小公司一个 那相当于你们有一个公司 有个公司合伙人有三个人 你们自己合伙的吗 就是大学同学嘛 我们本身是学这个 那你们是不是经常会加班 自己的 对 不定期的加班嘛 相当于是 就是除了节假日是稳定的 其他时候都不稳定 但是一般都是白天啊 不存在晚上的 就是跟客户见面嘛 然后去看一下现场 你主要做业务那一块 设计那一块 设计那一块 设计不管嘛 老板管什么设计啊 我们就是主要是去对接客户 然后控制一下那个成本 然后再就是对接一些供应商嘛 就是你修花园嘛 你肯定要设计到材料啊 人工啊等等的嘛 我后面要往成都发展 然后把公司要搬到成都去 因为成都的消费力要高得多 就比如说我们同样招援 在成都的利润 基本上要翻五百以上 就相当于我同样一个单子 我在那边我能搞资好更多的钱 那等于说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 我们现在收入嘛 这个只是奖金嘛 如果说我到成都去 我都可以约入百 约入十一二十万是很轻松的 我跟你说 我算出了他真实的工资 他说成都二十万 然后翻五百 他那边有十五万 因为加上联中的话差不多 你平时平时是一万多工资嘛 然后联中奖啊 几个股东分点嘛 一二十万分个二三十万 那个平时下来嘛 三四万左右 但是我的成都现在都要多得多 因为我们在成都 住了华尔德在 我们成都现在也来开分公司的 等于要把那边开过去 工作收入的话 我们那个朋友不是给他剖析了 男嘉宾的真实收入嘛 我觉得可以啊 挺好的 你喜欢宅在外面呢 还是宅在家里面还是在外面 就是那种长期的生活状态 是在外面呢还是在 就是说一旦休息了 就不想出去 一天到黑都想在我都待起来 那种状态 我觉得有所谓 都可以 都可以啊 因为我不喜欢比较宅的那种 就是一到房价都是睡觉 就是一天都只想在我的旁边 我不对 我不对 我也不那个耍生气 都是比较喜欢平时看书 然后有时候休息一下 我的兴趣还好比较多 好所以说我就去考了 比如说我都喜欢看书 看书我都喜欢去考诊儿 然后我都去考我感兴趣的诊儿 然后我最近呢 他在准备这个司法考诊 准备考考司法这个 女士字 他叫司法同学之类 他不叫女士字 我觉得只要是在有追求嘛 就是不论是生活还是事业都可以 林小姐勉强能够接受干先生 要去成都发展 干先生也比较满意 林小姐的生活方式 两人的匹配指数上升至85%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你补过肺吗 老漫之老可喘 可就难过咯 你知道吗 老漫之老可喘 跟在肺部受损 肺功能差哦 所以是时候该认真补补肺咯 养无几补肺丸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无几牌中药补肺丸 每天两丸补肺功能 你之前也有几段感情吗 上一个是因为一定年分手 在哪个地方 北京 你这个还有一点远呢 举手里头 然后而且也没有想往一起发展 也没有规划未来的一些 然后都觉得 都是说久了都觉得没得好大意思了 因为他不会对未来没有人口里的那种期盼 你自己的未来是啥子 就是因为我不会到他的城市去 他也不会来我的城市 然后我们只是说朋友 上一段感情是哪个事分手 还是分手 上一段感情是大学毕业之后分的 感情经历就是从大学军训开始刷 然后刷到毕业 十年 那这个分手分的有点丢了呦 分到一个六七点的 然后都没刷朋友啊 没有 中间是想了很多事情吧 然后反正可能还是第一个 受前一段感情的影响 就觉得可能还是比不上前一段的感情 在一起带个感受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上官不合嘛 就是说跟我的想法 不是很缺失级嘛 生活在一起那种感觉 你找到合适的 哎 没得演员嘛 就是那种 因为我跟我前在一起十年 就是说 共同进步的嘛 都是那种能够 都相互鼓励对方啊 就是说上进的那种嘛 因为我们两个在大学期间 就是说一起考证嘛 然后一起那个读书 就是说 当后面分手的原因就是 因为她考的那个 她考研究生我没考 因为我当时是已经想出来创业 我不想继续读了 看来前女友对于肝心症的影响很大 而这也让林小姐有些担忧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我觉得你肯定以后 我给她饲养有两个问题 是不是 第一个是成都的问题 第二个是被围观的问题 是吧 嗯 好像 其实不怕她刷的太多 都怕她只刷了一个 而且还是大学十年 对 而且感觉 六七年为什么没再刷 其实都是一直没有走出来 还有都是可能也在灯她 这个问题要重于中国成都 成都还好 对说也不是黑人 对说在哪里发着 这个问题是 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一开始我就对那个 一般 然后寥寥感觉还行 还有一个 好 有点 我希望你和她两个 刷的一个有点手 万一我以后 回去修房子 她可以帮我设计划呀 别说你地狱为什么不起 这个是外面接 我这个还要牵吗 我觉得如果被围观的问题 没有解决的话 那个问题也都 应该 其他的都还好吧 这结束结束嘛 嗯 先做个朋友嘛可以 就是说朋友还是 我觉得她的那种观点 有些交流起来还是很错 虽然林小姐有些担忧 但面对甘先生的单独邀请 她并没有拒绝 听说你喜欢韩服是吧 对啊 我 要不换个韩服嘛 我给你撇个罩 不用不用 因为我自己家里面有 然后对我平时会穿起韩服 撇个罩 因为韩服的话 你要弄头发要搞得下 弄很复杂 有很久的时间 嗯 那就是宣传给你撇个罩吗 我看你今天也划了罩吗 你哪里 我要手机撇吗 嗯 要的 撑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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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不要动 拿好 拿好 不要动 不要动 然后我会站到这个地方 不要动啊 我站好没有 位置 站好了 好 好 好 可以了 好 好 可以了 好 好 好 一 二 三 好 开始啊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你会练得去多点几张 然后我选 要的 好 开始啊 你这种的话你就 你来 我给你弹 你怎么办 来 等一下 怎样嘛 怎样 然后我对一个撑两个子 好 好 你先捂到你 这个位置吗 这样 这样 怎样 你先看一会 看一下 我不可以 好 好 开始啊 两人互动期间 林小姐的笑容也更多了 接下来 两人的深入了解时 林小姐还是很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比较在意的都是你之前那个女朋友 嗯 因为人看嘛 比较夜那么久 也没有耍朋友是什么 而且 因为你就是从大夜到大四 而且 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让开 但是刚刚我和我们闺蜜 分析了一下 我们觉得你是被抛弃了 所以是 其实也不是 这是因为大家的理念不合嘛 发展的方向不一样 就是说 因为他是当时考完研之后 他都去了北京 不是 我其实对当时是能开 嗯 我不是在 只是我们两个当时是和平分的手嘛 然后分了之后 现在基本上其实平时 实际上也是个很好的朋友 但是他已经结婚了 就是说我们只是做朋友 其他的倒是别的啥子 其他的接触的 也不会存在说有社会负担量的情况 就是说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哪里呢 能开长一段时间 你为儿子没有耍朋友啊 嗯 因为没 中间啊 就是父母这个招的嘛 他觉得哪样好的是哪样 都是最好的 就是说通过实际上解除之后 就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相关啊 然后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啊 还有一些反正等等的嘛 性格啊 都不是很合的那种 那么多年 你都是反正父母在不断地给你相亲 然后都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 对对对 就是说对于未来的话 你有什么打算的 比如说我们进一步了解之后 未来的打算 我们还是说通知话吧 会 我觉得有未来的打算 我去考那些字啊 然后去了解我不知道的领域啊 然后去获得一些成绩啊 我觉得像都是像打游戏 能看 像解说成绩抓父亲 然后拖款我的生活的这种接触面 然后了解知识里的那些宽温度 广度 其实了解 我觉得我都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子女的教育上面啊 就是说可能会影响你那些爱好的追求 你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说在那方面有没有啥子 可能我是没有办法去参与的过多 可能这方面都是需要 需要你去参与的更多 有没有意义 比如说以后在鱼儿方面 但是我是那种比较佛系的嘛 我发现其实我对那种要求不太高 可能你的要求要高一点 我可能是要求比较高 因为我觉得 你不要你对子女要求高了 你自己去挖啥 但是我也没得时间去过多的参与他 如果是很佛系的话 他会跟同龄之间的那个 就是娃儿的那个成绩啊 无论方面好 就是娃儿肯定是要加强教育嘛 对 他的成绩啊 但是成绩只是一方面啥 因为他现在的新少年 心理能够容易出现问题 那么其实很大部分是 后来那种家庭的环境造成的一个影响 然后其实不要给娃儿太多的压力了 那么我其实更多的对娃儿的追求都是 第一是他身体健康 第二是他心理健康 因为可能是我从家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吧 因为父母对我都是很严厉嘛 就是觉得 对我自己感同身受 如果我父母对我不严厉 像你所谓的那种方样的话 也可能我 我可能连高中都考不上 可以那个时候 那我都是属于我妈哪儿从小不能够管我 就是说会占用你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间 你接受接受 这种其实 就是属于你在一个人生阶段到另外一个人生阶段 对对对对 他主要你的 那种变化你能不能接受 那种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有很多 但是都是属于来的 你不能完全放任给我 然后我肯定是 但是 比如说那个时间比例 有可能你要涨80%左右 其实后来发现这个分歧的话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然后我觉得如果他能够 就是虽然他可能投入的时间不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就是能够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就是就有责任心就可以了 就不一定非要那么多时间 所以就是说你首先你要有那个心 不是说我没的时间那么我都不做 因为不是 因为我那个定位跟你说 我要让我发展到成都去 有可能我未来不只是成都 就是说我是那种拓展 像你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它这个城市待久了呀 它克服资源是有限的 那你都谈到任何远利了 我就问一下你 比如说 如果我们两个发展得好 如果真的是考虑到这一步了 那你俺家人在哪里呢 看家的话 这个就是说要两个人协商 我没还是意见的 那你们是 现在的规划 你准备哪个事 打余计嘛 哪个事切成都 看这两两的经济情况嘛 就孩子的教育问题嘛 因为可能是我们两个的 从小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因为他刚刚也说了 他的父母对他不是很严厉嘛 就是相当于是放养的 然后我的父母对我比较严厉的 所以可能导致了我们两个之间的 教育上的有些分歧 但这些我觉得 只要是都是为了孩子好 都是可以协商的嘛 具体是看孩子 他的那个自觉性怎么样 如果他自身是很自觉的 那么我也觉得 我也可以妥协的 也不一定非要很严厉的嘛 就是说 还是要看孩子的一些主动性 主要是看孩子 林小姐打消了顾虑 就孩子的教育问题 双方也都愿意去协商 此时 两人的匹配指数上升至90% 那接下来 两人的关系又会怎样发展呢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继续 你补过肺吗 咱老年人的肺 和咱们一样 老了 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了 天奇变 这老曼芝老可喘 可就难过咯 你知道吗 老曼芝老可喘 跟在肺部受损 肺功能超 所以是时候该认真补补肺了 养无几补肺丸 就克中药秘之丸 帮你补强肺功能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曼芝的肺 老可喘的肺 肺功能减弱的肺 都要补一补哟 每天两晚补肺完 补强你的肺功能 补肺要趁早 肺好生活好 本节目由OTC国药准次好 福禄康牌熊胆粉冠名播出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明目平肝对肝好 常聚会咽喉痛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 眼睛肿眼睛疼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 肝好有福了 有福有路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胆粉 好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今天的忙合环节 我将会抽出两个问题 希望二位嘉宾都能够同时来回答一下 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一轮的快问快答 可以更加地了解彼此好不好 好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结婚以后是否会和父母一起居住 好 来 女嘉宾先回答 不会 为什么呢 至少再短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 但是当然如果父母年纪大了 需要照顾的话 那可能会 那会和对方的 愿意和对方的父母住在一起吗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对 可能就 如果父母年纪太大了 然后需要照顾的话 那可能会 你是会有什么担忧呢 就是不太愿意跟公公婆婆住一起的话 讲更自在一点的 你会担心会有婆媳矛盾吗 会 还是会担心的 对 对 男嘉宾呢 是否愿意和自己的父母 或者对方的父母住在一起 如果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还是保持点距离感吧 如果说是因为疾病啊 行动不便啊 这些需要照顾的话 那就还是可以住在一起的 所以其实两个人的答案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我觉得父母啊 他因为他从小 他生活的那个习惯 跟我们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比如说我经常加班 有时候可能会在外面应酬这些 回来的会很晚 到时候因为父母嘛 他就会觉得你可能 他们就接受不了 他们就希望你就像那个读书一样 早点回 早点出去了 早点回来 就是但是我这个工作性质 就是生意嘛 是没办法 我决定不了 就有时候陪客户应酬的很晚的话 就可能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啊 就有些 就父母他就会说你嘛 他就会不理解你 他就觉得你是不是在外面乱搞啊 怎么着 就不想给他解释 因为有些东西是解释不通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那下一个问题啊 结婚以后该如何去平衡家庭事业呢 那你先回答吧 结婚之后 有可能我在事业上 可能需要花的时间要多一点 但是家庭的话 我肯定是能帮就帮嘛 就是但是肯定没办法 一半的一半是做不到的 就可能会以事业为主 家庭为福的那种 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去照顾家庭 那家庭谁来照顾呢 外来如果还有小朋友的情况下 因为小朋友需要陪伴的时间是很多的 可能就会面临着请保姆吧 啊 请安姨是不是 对 男嘉宾对家庭的投入的时间比较少 这一点的话 我是也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我希望他在能够投入的时间里面 然后他能够百分之百的就是投入他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 就不是说因为他很忙 然后因为工作的一些原因 然后就是完全不去顾及到就是家庭 女嘉宾的方法呢 怎么来平衡家庭和事业 比如想小 如果像刚才说的如果有小朋友了 好 那么如果在小朋友比较小的一些阶段 那肯定会操心会多一点 那我可能事业这边可能会 可能会要舍弃一点 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 如果尽量把它们处理好 那如果说未来你的另外一半经济条件还不错 但是他的收入已经完全能够去满足你们整个家庭的开销 那你是否愿意回个家庭当全职妈妈呢 不愿意 因为 因为我正好就是说这个 像全职妈妈全职太太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职业 它其实就是无业 然后我其实希望就是 我可以就是不要有固定的工作 但是我可以有那种灵活一点的工作 因为像我自己兴趣爱好也比较广泛 那么其实我也 我可以做我 就是通过我这些方面我可以去赚钱 但是我不能就是完全没有收入 对 你是比较看重经济独立这一点 对 对 你为什么会比较看重这一点 如果就是如果是做那个全职太太在家里的话 其实会比上班可能还会更累一点 因为而且而且别人还觉得啊 你花老公的钱是不是好 你还不能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我结了婚之后是让我自己更好 并不是让我变得不好不那么好 就你不想没有了自我 对 可能你也接受不了手心朝上的生活 是不是 对 男嘉宾呢 你能否接受你未来的另外一半是全职太太 我觉得如果我要求的既然这么高 那对女方的那个事业方面的要求 其实我就没什么意见 就是完全可以不工作 就都没事的那种感觉 好的呢 其实今天两个人也是相处大半天的时间了 那马上就来到我们最后的做出选择的环节 究竟是愿意给彼此一次进过一选择尽有成功 还是说觉得缘分未到 双方的都不太适合自己选择牵手失败 那也希望你们五分钟认真思考一下好不好 五分钟之后呢给出我们一个答复子 我的时间比较少嘛 所以说我希望女嘉宾的她的时间呢 对方的时间要再放在家庭上面要多一点 这一点是甚至能够当全职太太 这些我觉得是我更希望的 从甘先生内心来说 更愿意另一半全身心投入家庭 那林小姐是否会做出让步呢 你觉得怎么样吗 就是她刚刚说了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希望我感觉 就是她应该是希望就是 因为可能她比较慢了 她就希望有了娃儿之后 让我做全职太太 娃儿呢 全职太太 就是感觉考虑得有点远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其实并不愿意做全职太太 全职太太 全职太太 就是她相处起来难都难啊 对 你的屋头这个呀 这个理解非常老 好 考虑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上个班吧 全职太太 在屋头以后怕没得家庭地位 对啊 我也是 你再出去上个班 其实还有都是 当全职太太 我觉得会与社会讨厌 对啊 不要吧 你自己有个工资的话 稍微还说得起话呢 我们两个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她 没得必要的 对她 我觉得才认识的话 可以先解释一下 没得必要现在考虑得多吧 时不时后都还不知道 是吧 是有点点远 只是说如果 吃饭这个 我觉得是 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分歧 林小姐和亲友团都觉得 婚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作 此时 两人的匹配指数 下降至80% 最终 两人会为了对方去妥协吗 好我们的五分钟的思考时间呢 是已经到了 那我想问一下 在我们做出选择之前 二位嘉宾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对方说的话 我都是开心不是说那个设计到那个为家庭那一块 然后他不是说希望对方能够做全自太太吗 嗯 然后那一块我刚才说 我理观念是我不能做全自太太 嗯 好然后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男嘉宾那一块他比较坚持的话 好那就算了 好 男嘉宾你呢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商量的嘛 毕竟都是两个人嘛 嗯 也不可能说我一个人把决定就做了 嗯 我觉得都可以商量的嘛 嗯 嗯 然后我觉得可以从朋友开始做起 嗯 你看怎么样 哦 男嘉宾说了说了主动就把手伸出来了 嗯 那女嘉宾 因为刚刚你提出是说你不愿意做家庭主妇 但男嘉宾这边呢也说了 其实这是可商量的对不对 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接了婚后就放弃工作 那我是觉得呢 要不要考虑给男嘉宾一次机会 两个人也可以从朋友做起 男嘉宾呢已经主动把手伸出来了 态度呢是非常明确了 所以呢今天最后的选择就会放在我们女嘉宾的身上 三生之后如果愿意先跟男嘉宾从朋友做起 那么就把你的手也接上去 大家可以就是握一下 那如果说你还是觉得算了今天没有缘分 转身离开就可以了 李嘉宾的对生活的态度我还是很欣赏的 就是他是那种积极向上的 还有一个对待出现的问题 他是愿意去协商去 愿意去大家一起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一起的一些基础嘛 还有一个他对另一半的信任 我感觉还是蛮有信任感的 三二一 女嘉宾请做选择 关注老年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你补过肺吗 咱老年人的肺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了 天奇变 这老曼芝老可喘可就难过咯 你知道吗 老曼芝老可喘跟在肺部受损 肺功能差哦 养无几补肺丸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曼芝的肺 老可喘的肺 肺功能减弱的肺 都要补一补哟 补肺要趁早 肺好生活好 关注老年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你补过肺吗 老年人经常要补这补那 咱老年人的肺和咱们一样老了 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了 天奇变 这老曼芝老可喘可就难过咯 你知道吗 老曼芝老可喘跟在肺部受损 肺功能差哦 所以是时候该认真补补肺咯 养无几补肺丸 九克中药蜜之丸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曼芝的肺 老可喘的肺 肺功能减弱的肺 都要补一补哟 每天两碗补肺完 每天两碗补强肺功能 3 2 1 女嘉宾请做选择 谢谢 对啊 就是第一印象感觉它很一般 就是后来通过聊天 然后发现 他这个人的还可以 然后他也就是聊到了一些 就是我和我朋友 没有涉及到的一些领域 然后给我们丰富了一些 就是把我们两个说的心服口服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还是可以接触的 其实这个选择我觉得挺好的 对不对 大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负担 那一会儿呢 两人下来可以先交换一个联系方式 行吧 平时有事没事都可以多联络联络 没准在某一个瞬间 你们两个有可能也会成为一段佳话 也是有可能的 行不行 谢谢你 谢谢谢谢 节目到最后呢 还是要跟我们单身朋友们说一下 如果说你也希望能够尽快多担 那么可以通过电话8805 8805 或者是我们凡人游戏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进行现场报名 地址是龙湖新衣城的二楼 好了 节目最后呢 口号还是要喊出来的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